我們補充一下 事實上這個部分就在講義的這邊 這裡 上面這個 有沒有快速接收 事實上有兩種方法 第一種就是說有人填了他就通知你 所以比如說你要做線上報名的也是很方便 就從這邊回覆裡面 不是回覆工具 在哪裡 有一個要編輯他 點到這邊 我們現在我用這個專案好了 我們剛剛看表單是這種圖示有沒有 那他有回應的話是不是產生一個遺色檔案 要針對這一個 所以我點這個打開 我已經打開在這裡了 你看在工具裡面 有沒有一個叫做通知規則 就是這裡 通知規則 點開 你可以選擇 看你要怎麼變 包括比如說有變更的時候 對不對 或者是有新增或移除做 還是有做著 還是有人送出來 你看你要怎麼情形 自己決定 那通知的方式原則上就是透過E-mail 你看每天都收到還是要立即的 要立即的都可以 這樣是比較方便 不然你老是每天上去檢查一下也是很麻煩 好 那這是一種方法 那麼除了這種方法 還有一個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有放在我們的這個裡面 你往上看一下 在我們這個協助平台裡面 我有提到兩個 除了我們這個簡報的話 下面還有一個就是 有沒有Google表單自動寄信給什麼 填表人 也就是填表的人 他會自動收到一個回信就對了 假如這個我已經收到了 好 那這個部分比較麻煩一點 他有一些程式碼 程式碼部分 就在這邊 這個 好 你可以參考一下這篇文章 他有告訴你該怎麼把它剪進去 那也是屬於Google表單的應用之一 我可以順便提一下 如果你是引用別人的東西 我們是不是希望有類似像這樣一個框框 那怎麼辦 可以這樣做 你在編輯的時候 你在編輯這個文件的時候 如果你要引用別人的東西的話 當你把引用別人資料插進來 我先找一段 好 我找一個網頁好了 假設我要引用這一段 對不對 那我把它複製起來之後 你可以看到 在我們這邊 插入 有沒有一個叫做 引用更多 不是 我記得他有一個叫引用的 格式 有沒有引用 好 這樣就進來了 儲存 這邊看不出來 我把它選起來好了 格式裡面的引用 好 這樣有了 有沒有看到不一樣 那當然這個 超音節的顏色 就是這個樣式 你可以透過我們 那個 管理協作平台這邊去做編輯 有沒有 我們當然有主題 那個去編輯 只是 看你要不要這樣用而已 好 這樣也沒問題了 好 OK